劍哥有訊息給我 不過是劍哥, 看得很仔細 這麼小的東西都留意到? 野奇同學, 說起宮前先生 他做了你的編輯多久? 做了多久? 不覺不覺也做了一年 雖然我見過他幾次 但到現在還沒清楚他的人是怎樣 你不清楚? 連他多少歲我也不知道 他今年二十七歲 興趣呢?完全不知道他有什麼興趣 喜歡看書和看電影 好像雖然他跟前夜先生一樣大 但大學留了兩年半 所以變成了他的學弟 想不到你連這些都知道 你們的關係比我想像中好 算是這樣 這些全部都是刀小姐告訴我 不是吧, 這樣算不算是勢勞私隱? 那你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氣氛是怎樣的? 讓我想想 那時候我跟他保持適當的距離 好, 很成熟, 初次見面是要這樣 一年前 我是夢野少子, 多多指教 如果你走近一步, 我就馬上走 不是親疏的距離, 是空間的距離? 不經不過, 我都慢慢習慣跟夢野老師相處 剛認識的時候真的完全溝通不了 是這樣的 今天約出來主要是打聲招呼 跟前任編輯正式交接的 但是前任編輯已經不出現 隨便吧, 他不是女漫畫家 是男人, 不用這麼拘謹的 對了, 夢野老師, 不如先吃飯吧 吃飯?不用客氣了 我免得你跟我吃完飯之後 就以為自己和我是朋友, 跟我懶惰 好像懶惰高豆的女人一樣, 真的激氣 我來之前已經看過你那部叫盟愛的作品 我已經知道了, 令我去正統營的男主角 還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 想由角色入手吐空我, 讓我放下戒心 說你知道這招對我沒用 想由小孩入手吐空我 說你知道這招對我沒用 不是 今天開始我身為編輯都會出一分力 和你一起構思作品的發展 你什麼意思? 你這麼說, 真是想教我怎麼構思故事? 剛才認識已經這麼不客氣了 你這麼說, 真是想教我怎麼教兒子? 兒子是我的, 我自己懂得教 弄得我好像在討好單親媽媽 真是麻煩 怎麼算好呢?說什麼都不合聽 想夾也夾不來 完全不能建立互信關係 寧木和媽美子的線 基本上會向這個方向發展 現在輪到談談談, 叫長谷村哥和… 你知道長谷村是誰? 長谷村不是第一話就出場了嗎? 走開吧 對不起, 長谷村同學 那他呢? 豈不是曼美子的朋友戴琪嗎? 他呢? 和寧木從小玩到大 男子喇喇的靈芝街 好厲害 竟然說得出五個角色的名字這麼多 很盡責 難道你唯有看我本漫畫 不是騙我嗎? 真是想不到 然後你就馬上很喜歡他了? 是 這樣的發展真的不行 什麼?很少見你煩情節鋪排的問題 有什麼想不通? 是這樣的 我覺得作為一個愛情故事 這個高潮位太普通了 我想感覺再震撼一點 你說太普通了? 但是我覺得這場靈木同學很有型 我一定會保護你的 靈木同學… 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表情對白的問題 應該怎麼搞呢? 我想畫更加大震撞和高潮節起的情節 可不可以在日常生活 設計到類似的大場面? 日常生活的大場面嗎? 野奇同學, 你舉個例子來聽聽 我畫出來吧, 即是類似這種場面 馬尾, 借… 靈木, 同學 一點都不日常生活 又或者試試用一些可以帶動氣氛的小道具 什麼小道具? 就像這樣 我…我不會日常來沒有導購給你的 氣氛真的馬上變得很緊張 如果想表現角色強大的力量的話 你不要這樣撐住, 快點走 小道具? 如果想表現角色賢良熟德的一面 你真是一個好女孩 小道具? 其實你如果問我 比起大場面 我想看意想不到或驚喜的情節多一點 你說意想不到或驚喜的情節嗎? 說好了 不想不到又放學了 雖然每一天都過得很匆忙, 但是… 為什麼這幾個 只拍著馬尾子的上半身 沒什麼變化感? 震風很舒服 今天都一樣, 過得很開心 我快看見到最後一頁了 什麼事都沒發生過 是不是?寧母同學 是啊, 說得對 原來寧母同學一直在下面 是不是又驚又喜呢? 這個人到底在做什麼? 完全意想不到 不是這樣 而且一點喜都沒有 那要怎樣才算是有驚又有喜呢? 紅毛仙少般收到一些 令人意想不到的禮物 又或者對方突然採出強硬的態度之類 收了它 令人意想不到, 但不是這樣 來吧, 收了它… 很強硬, 但不是這樣 我想到了, 座瘡 我明天會準備很多不同的驚喜給你 等聽你的感想 雖然有事先說一聲 但是你到底打算做什麼? 野奇同學 不過算了, 如果她說得太詳細 到時候就沒有驚喜的效果了 連這些事都這麼認真研究 我做的是傻瓜 來…你到底在做什麼? 野奇同學 我只是想給你一個小小的驚喜 熱身而已 這個才是壓軸的驚喜 好厲害, 這些花很漂亮 這些花是不是送給我的? 是呀 很開心, 謝謝你 加油 佐聰 你幫老師搬東西嗎? 搬些寶, 要搬去教員室了 給我吧, 我幫你搬 就是這樣吧, 野奇同學 就是要這種出奇不已的心動小驚喜 真是很有型 糟了 如果我幫你全部搬去的話 那你就看不到教員室裡面的驚喜 你還是一起去吧 我不想看 我都說不要這種了 要讓人的心動小驚喜 你怎麼會這樣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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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全班一起拍的照片 剪剪貼貼做了這件事 本來打算放在老師的桌子上 明知是假記 也看到人替他心驚膽潮 快點收起來吧 餓了沒有?給你吃 你做了飯盒嗎?你真的請我吃? 是呀 真的很開心,有什麼吃呢… 好,我不客氣了,奕奇同學 是白飯? 是白飯盒 底下有咖喱的 這次你有沒有驚喜呢? 有呀,真的很驚喜 這個位置下面我還放了雞蛋 厲害 我不… 剛才也沒有位置 我居然可以有機會 跟奕奇同學兩個人一起吃午餐 真的嗎? 比賽是沒多久之前 這件事我連想也不敢想 這個飯盒還是野奇同學親手做的 來吧,佐倉,喝口茶 不僅,野奇同學還親自斟茶給我喝 好呀,謝謝你 要不需要添飯嗎? 他還怕我吃一盒不夠飽 不幫我添飯 還有甜品 而且他還細心 但我連飯盒甜品都幫我準備了籤 失敗女孩,你慘不慘愧嗎?千多 你慘不慘愧嗎? 之後那個小如如又裝得沒事 在後面跟著來 真的沒有他收 野奇,牛高馬大不要像小學生一樣 這樣就沒用,只會有反效果 你知道哪方面? 我說A班那個女孩 剛才我在走廊見到你弄弄她 應該怎麼說呢? 其實我跟她已經有共識了 你覺得不好嗎? 這麼多東西不玩玩這些? 不覺不覺那些小孩已經用得七七八八 你可不可以試試幫忙想想 不是佐倉一定會很快的 主導拳還要在女孩子 放學了,佐倉,想不想一起走? 好呀 放學之後還要繼續玩驚喜? 有什麼事? 沒事啊 沒事啊 夏天呢? 是呀, 夏天了 我先走了, 你小心點 為什麼?不是有驚喜嗎? 沒什麼原因 我純粹想和你一起放學 你看看, 劍哥 不過, 我參考了現實中高中女生的反應 畫了這份分鏡稿 不錯, 這樣會更加貼近現實 我先看看 不是吧?白飯?一盒都是白飯? 錯了, 撥開飯看看 這是…咖喱? 你把咖喱藏在底下嗎?你沒有痛苦 你這次這份是美食漫畫 月刊少女, 野奇同學 月刊少女, 野奇同學 看看吧, 開始下雨了 天氣預報說過我今天會下大雨嗎? 很大, 幸好你今晚在這裡過夜 對了, 你那些稿子… 野奇學長, 這把真的行不行? 外面下好大雨 野奇, 火車停滯了, 讓我避開 這樣的? 多多指教, 我的名字叫做若蟲博龍 是一些班的 你好, 這個人, 難道也是野奇的幫手嗎? 看上不太聰明了 我是藍球部嗎? 猜錯了, 激氣, 他已經是運動部 一看就知道跟他不合, 懶陽光、懶青春 你真是很有型 想不到我開燒得這麼有型的人 嚇了我一跳 你是不是真的這麼有型? 是呀, 你真的覺得他很有型? 是呀 野奇, 現在怎麼算好? 是呀, 他們在這裡, 我幫不上你畫矢 是呀, 玉子柴到現在 都不知道你是幫我負責畫背景的 說說, 其實為什麼不可以 讓他知道這件事? 他和鹿島這麼友善 如果被鹿島知道了, 這件事會很煩 聽著, 我知道到時候鹿島一定會… 真的想不到學長一直都幫野奇畫漫畫 原來這麼久以來 那些獨身訂做的劇本 都是你這樣為我換回來的? 我來了, 學長 有我幫你, 你就不用這麼辛苦了 你很厲害, 老闆同學 對不起, 野奇來到你家被人侵蝕 學長, 無論如何都不會到這個地步 你太誇張了 我現在去煮飯會煮你們的那份 當是在自己家裡隨便休息一下吧 當是在自己家裡隨便休息一下 那我們找點東西玩一下吧 做什麼也好, 先開一部電視 掛了手勢, 一來就拿畫具出來 很餓 很想快點吃到學長煮的東西 對了, 不知道魚絲柴學長 平時上來野奇學長在家裡會做什麼呢? 你們好像很熟悉 有時候會玩遊戲 玩哪種遊戲? 玩哪種遊戲? 例如是那些可以提高社交能力 探索人類內心世界 和探討人生的遊戲 很高興 怎麼會這樣? 其實就是美少女遊戲 你們想玩嗎?開部遊戲機來玩吧 還是下次吧 大家一起聊聊天, 今天站好 話說回來 一群男生圍在一起的時候的話題 通常都是… 你喜歡哪個?這個不錯 野奇 你有沒有很多女生的雜誌? 這麼多個女角 我覺得都是麻美子最可愛的女主角 說可愛?這個配角也不差過麻美子 在設定常在美少女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我要…對了, 彩色的那些 你拿些彩色的出來給我吧 別再給麻美子我吧 我不是要這些 要現實的那些 就是有真人想的那些 你明白我說什麼嗎? 你說要現實的那些嗎? 太現實了 沒辦法了, 唯有張就一下 對了, 學長 你有沒有哪種類型的女生 特別喜歡的? 特別喜歡的類型? 那些對腳好看的女生 對腳好看的? 這裡只有大頭上 那阿祥呢?哪種女生 是你特別喜歡的? 好, 我喜歡哪種? 先看看 我終於是良純健, 心底厚的女生 你們倆看著你上來選擇 我吃飯了 因為正值下班、下學的時間 火車站塞滿等車的人相當濟 按照現在的情況來看 火車有一段時間還沒能動 你們倆不如今晚在這裡睡吧 很感謝你, 野奇學長 不好意思, 野奇 真的要靠你了 有什麼需要幫忙, 儘管出聲 有麻煩那種我們應該互相幫助 謝謝野奇 野奇學長 你是天使 救星人 不用客氣, 我們是朋友 下期提案 麻美子和女性朋友隨意排隊 下大雨被迫過夜 而且討論喜歡的男孩子 一起煮飯 野奇 沖完澡, 整個人都舒服了 長遠一直都沒停過 我… 剛才也不覺得 原來你也有肌肉 有肌肉? 激氣, 最討厭運動部 可能因為有助長上壓 原來你身材挺好的 是嗎? 好可怕 一聊天就會被他改成女孩子聊天 你看什麼?我什麼都沒說過 放音樂來不是多可愛 夠了 夠了 好, 我們要睡覺了 你還是快點回自己的房間吧 你有床的, 回去睡覺吧 你們這麼快睡嗎? 我身為這房子的主人 有責任在這裡等你們睡著 才去休息 有我在, 你們儘管玩得累才睡 你聽不到我說要睡覺嗎? 還想我們玩什麼? 慢著, 月之柴 口不口乾, 要不要喝東西? 藥蟲, 你不是說你幾乎慢慢失眠嗎? 談談戀愛的話題 應該可以好睡一點的 來吧, 大家聊聊天吧 我說我們要睡覺 什麼事? 藥蟲學長 你這麼堅持 是不是有什麼想我們做? 如果我們做得到的話 可以幫一下你的 我下期想畫在朋友家過夜的情節 想參考一下 但是一起過夜的過程 畫成漫畫有什麼好看 聊天而已 他又說得對 只是幾個女孩圍在一起聊天 讀者都不會覺得有什麼好看 要有戲劇性發展 那你們倆馬上叫一場交流 不是吧?你讓你的角色反目承受 那好吧, 為了讓夜期學長參考 我們現在盡量聊些 和戀愛有關的話題 你說到這樣就沒辦法了 儘管嘗試找些話來說 話說回來, 學長 你對陸島有什麼感覺? 說來聽聽 無緣無故提起陸島 你想我回答你什麼? 話說回來, 你又怎麼樣? 若蟲和樂雷樂有什麼發展 沒有, 年紀都沒見過 這麼開朗 說真的, 說起戀愛話題這些 第一個就會想起座瘡 為什麼會想起座瘡學者? 夜期同學… 究竟什麼事? 反正談這個話題, 趁機會先問他 問問你吧, 夜期 你對座瘡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不要睡 夜期 看來不見天亮也不會醒 沒辦法了, 唯有扶他進房 那不如讓我扶他吧 我想我們三個裡面 應該是我最大力的 還是讓我扶他吧 在我面前認大令? 別說這麼多, 咬手瓜 媽美, 余子山 叫他讓你來 不…當然, 不用了 那來呢 太好了 激氣了, 再來一次 好, 這次我和你咬 好, 那來的 不覺不覺這麼晚了 我們玩到不止時間 不如還是睡吧 好, 各位學長, 晚安 激氣了, 每次都輸了 我純粹想和你一起放學 他這麼高是什麼意思? 好,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什麼來的? 啊? 這次野奇同學, 我喜歡你 媽美子 下集就是最後一集了 什麼? 李牧同學 做裝和野奇同學會怎麼樣? 各位一直捧場的觀眾 謝謝你們的支持 下一集 這份感情若不是愛 世上將會有愛 謝謝你們